各位同学新年好啊 最近肯定有不少在英国留学的同学正在赶deadline啊 我自己呢因为这学期有教方法论的课嘛 我们去年最后一节课就是教授学术写作的workshop 当时我上完课之后呢我觉得大家都懂了 结果最近快到deadline了 我的邮箱里收到了很多学生给我发的邮件啊 问了我很多关于如何写学术论文 那这篇论文该怎么写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学术写作的tips 如果你是刚到英国留学或者是在英国学了一段时间 对自己的论文分数不满意的话呢 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不是有哪一点做得不够好啊 首先呢我们要来先说一下学术写作的特点 academic writing啊或者叫essay assessment 这一类学术性的写作 尤其是文科商科社科这一类不去做任何的field research 或者是调研完全靠看文献 然后再做作业反馈的这一类写作的要求啊 除去每一篇论文的特定题目要求和考察要求之外呢 是学术写作的特点以下这四个特点 第一个structured 第二个evidenced 第三个critical 第四个objective 当然啊你的作业要求可能要多于这四个点 尤其是我教的方法论的课程啊 它还需要证明更多autology和estymology部分的内容 或者你要解释更多的terminology 或者解释更多的concept 但今天我们就抛开那些特定的要求啊 以上的四个特点是大部分学术写作的特点 也是基本上所有学术写作给分的点啊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四个点啊 第一点structured 意思是学术写作比其他的学术更加讲究结构和文章的逻辑 evidence 意思是相比其他的文章 学术写作更注重佐证 引用和论证 critical 那就是说学术写作你一定要体现辩证性的思维 objective 定要客观 不能主观的带有个人情绪的去写这篇文章 那中国学生遇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采访的学生 他们给我的反馈是 他们老是对他们的feedback 是not clear not enough evidence no supportive reference 或者说是no critical thinking等等等等啊 基本上集中在中间两点 evidenced和critical这两点上啊 关于critical 辩证性思维要讲的太多太多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过的一个视频啊 如何在英文论文写作中应用辩证性思维啊 可能这个视频会给你更多的启发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想更多的介绍一些写作上的技巧啊 所以我们会集中讲一下什么叫evidenced evidenced叫methodological reference 简单来说它有两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叫引用正确 第二个叫引用充分 引用正确是指使用正确统一的引用体系 比如说Harvard referencing system这一类的 你需要在整篇文章中应用连贯统一的引用体系 这一点是在你的学术写作中占分的 第二引用充分的意思是 你的引用内容要充分或者尽量充分的证明你自己的观点 很多我采访的或者是我了解到的学生都会说 为什么英国人那么傻 为什么写作一定要有reference 你就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吗 其实不是的 你在写personal statement时候不需要reference的 那为什么你的作业需要reference呢 因为这是一篇学术性的作业 它跟新闻报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周记啊 其他的访谈啊是不一样的 你的每一个观点是需要有证明的 你不可能每一个观点都去做实验 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methodology叫做literature 意思是呢你可以从别人发表的文章中 总结引用类似的观点和文献来证明你的观点 是不是觉得很难理解啊 我举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也是我在课堂上用的例子啊 如果说今天我的这篇论文要证明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今天卡迪夫的天气很冷 我怎么去证明这个观点 我可以出去采访100个人或者发100份文件 只要有90个人说 哦我确实感觉到今天很冷 那么通过survey或者是interview的这个research method 我可以证明今天很冷 第二种呢我也可以买一个温度计 我把这个专业的温度计啊 测量今天24小时的室外温度 如果全部都是零度以下的 就可以证明啊今天很冷 如果在这两个实验我都做不了的情况下 或者说我没有时间去做的情况 我要证明今天很冷 那我只能去翻书 或者是看别人发表的内容来证明今天冷了 这个过程呢就叫做literature 这也是为什么在你写论文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reference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field research 来证明你的观点 所以你需要引用别人的观点来佐证 那么在采用别人发表的观点 或者内容来佐证你的观点的时候呢 你就要保证你引用的内容 可以直接证明你的观点 或者最大程度上与你的观点有关 这个就叫做引用充分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三篇文章 我现在有三个可以引用的codes 第一个 根据采访显示 大部分人表示英国的冬天非常人 第二个 根据气象局的数据显示 卡迪夫的冬天 比秋天的平均温度要第三度 第三个 根据威尔士一年的平均温度显示 一月份是卡迪夫最冷的月份 那大家说哪一个引用 最能够证明我的观点 今天卡迪夫很冷啊 明显是第三个 因为我要证明的是今天 也就是一月十号这一天卡迪夫很冷 而第三个例子 可以明确的证明一月份 整个月份是卡迪夫最冷的 这个月 因此这个reference 是最supportive 而且是最能够直接证明你的观点的 第二个reference 相对来说 它就没有那么直接 但是你也可以用 第一个reference呢 就不是特别相关 或者说 它跟你想证明的卡迪夫很冷 之间有一定的距离 如果你用了第一个reference 你只能证明英国很冷 但是你不能证明卡迪夫的一月份很冷 如果你引用第一个reference的话 你的这个引用就可能会被认为 引用的不够充分 说完了这些呢 最后我想给大家一些tips 这些tips呢 是我集合了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 尤其是对于那些差一分到两分就合格的同学来说 是非常重要 而且有可能是救你命的tips 第一点 就是之前有说过 一定要查看你们学校的reference guide 使用你们学校规定的 或者你们学校proof的reference的格式 这个其实很简单 只要你仔细用心 你是肯定可以完成这一点的 我自己发现很多来appear的学生 尤其是他们差一分两分就能够合格的学生 他们一定是在reference的格式上 没有办法做到百分之百正确的 但是这一点其实是送分的 就给你做数学应用题 或者说数学大题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写一个正确的公式 就会有分是一样的 尤其是当你这篇论文 在挂与不挂的边缘的时候 一个正确完整的reference的格式 很容易就能够帮你得到 这重要的一到两分 第二点 如果你的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 尤其是你英语写作能力一般 你要用简单的句子和句型来表达观点 而不是用长句和从句 不要把句子写得漂亮复杂 一层套一层的重句 这样你很难把你的观点表达得清楚 因为你的给分的老师知道你是外国人 而且在英国的话 有一种disability叫做失读症 他们本身就是在拼选顺序 和句子顺序方面是错的 但是他们正要能够上大学 而且他们正要能够考试 原因是因为在你的论文中 句式和拼写并不占分 但是语法会占分 也就是说实态 句子结构 从属结构 表示逻辑的这些观点会占分 如果你的写作能力不是特别好的话 你完全可以用简单的句子和单词来表达观点 把观点表达清楚和正确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 也是之前有提到过的 学术写作一定要先写结构 或者说写提纲 你要保证你有一个清晰的结构和逻辑 学术写作中呢 结构是占很大的分数的 你的这篇写作如何布局 比你的用词写作的深度更重要 说英语写作不是你的强项的话 为了拿到更多的分 你可以在结构上下功夫 把你整篇文章的顺序体现得更清楚 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帮你得到更多的分数啊 其实呢 关于学术写作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方面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 或者你在写论文写essage中遇到什么问题呢 欢迎跟我分享啊 也再次感谢各位不抽粉的同学们啊 谢谢你们的支持 也祝你们新年快乐 学业进步 谢谢 再见